為在府邊路的安平林楊鄧在去年底的完工以後 雖然還沒基本六成 不過16號率先邀請有三美麗節目主持臨親和的白家麗 基本共有的電影和簽署的座檔會 現場去賓賣這個無名以來的粉絲 白家麗嚇死在六七十年代 在台灣的演藝界很出名 後來就去印尼漸漸離開演藝界 不過要是師匠想要回來參加聖火 並且導致公益主持的活動 最近也少年在北中南基盤衛電 這次會帶來新的創作 捐印版畫和新切 希望民眾會可以教他 這一次呢我帶來了我的這個版畫 這些版畫的這個作品 等一下我相信有機會我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一種新創的捐印私房版畫 不一樣是一版一個色 不是用噴出來的 所以我們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做這個版畫的製作 白家麗嚇死去年應邀參加台南美術館的活動 那市長安威鐵有經過面 這次的需要基本有電 市長安威鐵也特別誤會 很成功 平常邀請白家麗 可以逛逛待在台南 上次白姐就已經來美術館 讓許多市民留下生存的影響 那今天的介紹是 愛家麗女士 我上面加一個一盒 愛家麗女士 永遠的美麗的女王 謝謝 氣勢的女王 還有慈善的女王 謝謝謝謝 謝謝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在這個市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台南市 你看在文化各方面 新創都是做得這麼好 所以這次來到了美麗的台南 又看到這麼多好朋友 台南市的朋友 大家都很熱情 祝福白姐的展覽能夠一般成功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常常看到白姐 白家麗嚇死在旧年車 未去住很多年的一年回到台灣 後來回到疫情 就一直留在台灣 並且發飆自傳回眸 白家麗表示 台灣是一個很安全 而且安定的國家 她也很感謝上廳的安排 你這次的藝賣索得 也將用在零龍等的劍等 加工業基金 台南新聞銀跟蔡鳳報德